这些节目是索马里快顺 说什么呢?其实是这样的 早上年我有个老友给了很多片 就是关于我最喜欢的那只马王 同德的赛事片段 但是呢,就九条片 里面差不多有七八个钟 里面有些又重复又成了 所以很混乱 但是由于这只马王实在我太尊敬它 因为154磅 其实是虐待这些马 就是赢了这个百姓福星 1分33秒30 跑这个所谓沙 就是不是现在沙网草 是天然草 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想往后也不应该有马 能够做到这个纪录 所以永远我们同德是很尊重的 就是硬要把马跑弯 其实他的脚弯这么严重 都是因为当年的元气伤了 那其实跑马就找份实的 但是不要紧 那我就会整理 就是会尽量慢慢整理同德的影片 那今天呢 我就播去头一季 那三场赛事给大家看 就由 就是我们威哥 同德第一场就是旅剑鸡棋的 那三条片 就一个第三两个第二 那就整理给大家看 那看完之后呢 就我们慢慢将会 希望将同德整个系列 都能够推出来 好吗 那我们当中呢 还有阿彪叔说很多东西 哇 所以我觉得这条片很开心 大家仔細心观赏一下 同德出道那三场赛事 有江湖客嘉威勇士 都想拍内档是超胜来的 再在外档我们有 心宝贝凤凰山 驱中宝也都相当快 上来的 还有同德啊 下滴老胡桃啊 下滴那些马 八仙嶺最后一只是李士吉的 家威后小胖 这些下滴都一起来的 那在前面带了出来的就是凤凰山 现在守着第二位的是 心宝贝嘉威勇士 第四的是驱中宝 然后就是老胡桃 再后一点点呢 我们见到超胜的那些马 仍然在那里等着的 大人物为什么不见影的 月仔在中间来的 转正入直路的时候 是凤凰山在前面仍然大方 中宝它又斜出了一点点 心宝贝在外档内档 都加威勇士上来跟它挑战 同德亦都在这只嘉威勇士后面 拉出来再上过 在大外档就是驱中宝 由外难数进去 右手边角的 白武是驱中宝 心宝贝现在带了出来 仍然是凤凰山 再后一点点呢 我们见到就是同德来里面的 嘉威勇士 嘉威勇士打下去麻麻地 凤凰山仍然有两脚 没错 在这里再凶两步 赢了一场赛事的 第二个嘉威勇士第三 同德第四驱中宝 嘉威勇士在斗凤凰山 同德在第三来 第四驱中宝 第四深宝被踢下去没什么 这一路 那一路 同德的走势乱一点点 得起多好 找到马山去哪里 李士吉后上第五 今天出门也比较后一点 下敌也跑回到第六 第一名五号马凤凰山 独赢派彩71.1 位置派彩17.9 第二名一号马嘉威勇士 位置派彩9.5 第三名六号马同德 位置派彩12.4 第四名是七号马区中宝 连赢位是五搭一 六搭七十六个四 时间是一分十一秒六 第一赢第二 一个马位第二赢第三 一条颈位 今天我有小小事要讲 就是关于马比德的这一条 热门大人物 看马的状态好过很多次 今天他输呢 是不是马比德未尽全力输呢 不是的 这条马出习得很快 五号都走抢 但不要忘记 是不是这条马有些内在问题呢 不要以为马比德的输马 就是有问题在内 如果是这样 有时会自己骗自己 虽然说 他今天三倍 五点二 马比德 你马五点二输了 我都会这样说 就是不值得买 但是我们是否要 真的要彻底研究一下 今天马比德的骑法是怎样 他没有什么骑错 他没有什么骑错 我看不到他骑到有什么问题 这条马呢 可能马本身有问题 如果继续追下去呢 就好像不太行 他说今天我会将一只大人物 这只马呢 打个文化符号 但是这只马本身 是不是有第二个问题存在呢 今天的演出呢 我觉得马比德所负责任呢 不是那么多 我看他这场马都 就是跑得都挺尽力 而且跑得挺好 虽然输是另一回事 不是说热门就一定要赢的 马本身有时候有问题都不定 那时候就没有什么人解释 做人公道一点 是不是 有时马本身有问题 他哪个说 是不是 我今天呢 就是我个人来看呢 我就将这只大人物 是打一个文化符号 以后再留留意先 未必一定是马比德所负责 我是要说这句话 最后报告有什么 最后报告说 兽衣就说凤凰山 右后马提铁松 其他那些都是没什么 两只右后马提铁松了都赢的 是 跑得很厉害 那头都不定 上次后想是不错 不过上次是千二而已 是啊 今天就长一点 不过上次是这样的 例如你说千六就一定行 是吧 是 又换了个滴根 还没开齋 准备了 准备了一拆栏 这一拆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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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莎, 现在只有七点二而已 你说 现在正好赔了吗 现在正好 正好 是这样就飞了 其实这些马就应该是这样就飞了 那你上一场刚才输 一拆栏 这是一拆栏 一拆栏 我走 这拆栏 一拆栏 就立即是开了 那我们俩显了 你看, 現在剩下兩分鐘 才馬跳去閘口 還有一批英雄之友 報到了, 這隻馬好像也不是很好 不是很規矩, 茂沙現在摸著的馬 看看你怎麼樣 有你, 有你閃出閃入, 不管你 現在是熟習的馬, 聖男 不過大師父多數在英國跑馬 都沒有試過那隻馬, 就這樣就坐上去 跟香港的不同, 不是為甚麼 就是這樣摸著那隻馬 出賽也是他, 神操也是他 只是讓我練馬, 教路而已 好, 現在一路去閘道 冷本來的, 二十五倍 一分鐘而已, 說說倍率吧 好啊 獨贏賽全方面, 一路的博薩開始是七倍的 現在跌了剛剛一半, 是三倍半 二號的大坑呢, 十二倍開始賣票 現在都九倍, 下了一點的票 三號的特好運呢, 十倍, 現在是六倍的 四號的同德, 由九倍變了十倍 五號的德利多, 七十倍 是十倍, 現在是六十倍的 六號的光榮呢, 是十倍, 變成現在的七倍 七號的飛利, 是五倍的 一路開始賣票, 到現在都沒有變動的 八號的德曬呢, 五十倍, 變成現在的八十倍 九號的金玉門堂, 由兩倍變成大業門 變成現在的九倍的 十二號的寶刀呢, 就是三十倍, 變成現在的二十五倍 十一號的康儀呢, 就是九十九倍的大難門 十二號的英皇之友, 十六倍變成現在的十二倍的 有十幾隻馬呢, 是賺錦標賽的 十二隻馬, 在雜線 寶刀入雜線, 斷了謀沙騎的 十二號, 十六號, 是二十五倍的 十二號碼 金采菲利, 大亨 金采菲利, 大亨 特好運,金玉滿堂,得曬,得利多,得利多是冷滿,考這個長途 一號,這隻博實,現在只剩三個開,好像信心十足,剩三倍的 看一百三十八磅,考這個長途,看演出點 光亮,現在入閘,光亮是六個開的 最後兩隻馬,童德,現在最後一隻,入閘就開賽了 童德今天有迪根騎這隻馬,如果有這樣的長力,就有機會 準備起步,一起起步,童德出得相當好,這場馬 非利童德,根實是得利多,後面是康宜的 然後就是金玉滿堂,博殺得曬,英皇之友 然後再後一點就是特好運,大亨,光榮,最後是寶刀 第一次是轉彎入閘路,非利帶頭的,留實 然後就是德利多和童德,後一些金玉滿堂,康宜,博殺英皇之友,得曬,大亨,特好運 然後就是光榮和寶刀,非利和德利多,兩隻馬,現在在前面 跟實就是康宜,金玉滿堂,童德,後一些見到就是博殺 後一些是英皇之友,大亨,特好運,德曬,光榮 去到一二三五米,非利,德利多,童德,金玉滿堂,然後就是康宜,博殺 最後一些我們見到英皇之友,大亨,特好運,德,再後一些就是寶刀和光榮 現在去到九七五,還是非利,跟實就是德利是,然後是童德,再後一些,康宜,金玉滿堂,博殺,大亨 然後英皇之友,德曬,特好運,光榮,最後還是寶刀 那麼非利再放遠一點點,現在還是領先大概三個馬位 跟實就是童德,德利多,然後後一些就是大亨和博殺一對馬 那麼再後一些就是英皇之友,特好運的 那麼現在速度是開始快了一些,我們見到非利還是領先大概兩三個馬位 所以,童德跟得相當好的,現在在第二位的 那麼一轉轉入直路,非利、童德 非利、童德,童德已經過了非利的 童德已經過了非利,開戰大亨也都衝刺著 那麼童德是贏了這場賽事的 童德大亨光榮博殺,童德光榮得利多 童德光榮得利多,童德光榮得利多 童德這場馬其實是非常出色的 一起起步已經跟到在前面的這隻馬 一路是跟實跟得相當好 駱山轉入直路,這隻馬就跟到貼這隻非利 一入直路已經如入無人之境 一路領出贏了這場賽事 那麼博殺這隻大熱門,跑這個路程 畢竟都是長的,流到回來已經是沒有什麼後驚 看看,童德一出了頭,迪根兩隻手不斷推這隻馬 直線直衝衝點的 大亨這隻長途馬始終都叫做 騎下去,但是來到這裏也沒有什麼力 但是光榮流頭鬥後,跑回一段 都能夠跑回第二 現在童德贏得好意好意 根實就是光榮,然後就是德利多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不算,某沙騎和馬騎都很好 雖然不入 迪根開齋了吧 開齋了 十半馬開齋 今天這場馬好分 開齋了兼捧杯嗎? 挺威風的 為什麼不把這場放在馬Q場合呢 現在馬Q場合十隻、十二隻 中間兩場,第五場都可以回來 第五場有十二隻馬,是嗎? 是嗎? 是 那這個馬Q不就好分嗎? 那這個馬真的沒有紀錄 也不是 結果都被他贏了 質素有點便宜啊,這些 是 他側身的馬呢 一到就夠了 那這次應該升班了吧 一三二磅就升了 一定會升的了 就算他不夠分也要升他了 第三班贏得這麼輕鬆 贏六個馬位 他要跟著啊,跟著啊跟著啊 跟著啊跟著啊就直接衝啊 他要跟著啊 他要跟著啊 有派賽啦 跑第一名四號的童德 六贏派賽是五十二個二 四號的位置是二十一元的 跑第二名六號的光榮位置呢 有十六個二 跑第三名五號的德利多 位置是六十八個八的 那麽連贏為四號的童德 搭下去六號的光榮 四搭六呢是五百三十八個半 四搭六五百三十八個半的 義勇軍杯啊這場 義勇軍杯 看看他的班長啊 開齋劍拿一杯啊 還沒出來等著滴根 這裏本來很快的啊 是不是要梳化的頭英俊一點啊 是不是要梳化的 poverty 他就出來了 他真的有書 他 inclore了 有, 四個五個 這個場面好像冷清清一點 這個班長場面 往事好像多人一點 今天好像冷清清一點 那間馬主在哪兒了? 馬主就是太太在這裡 自己不在這裡? 自己不在這裡 我聽到公眾棚有人拍手 為甚麼? 中島都拍不遠一點 中島都可以拍一下 聽到嗎? 聽不到 聽到公眾棚有人拍手 聽到公眾棚有人拍手 我為甚麼覺得太軟 那些人 好, 繼續看第六場賽事 不知道他跑不跑的路程 但是馬仰呢 今天這樣的走勢來說 真是很厲害的 沿途走, 只可以走得這麼厚 很定的 馬一路走上來 第二班有沒有贏 我看還有 我看還有 光榮今天留得太厚 還有寶刀 寶刀後上第四 從中檔上來 已經是表現較為好過一次 我的馬是謀殺 然後再摘下去 今天謀殺完全不知道怎麼踢馬 還沒鬥過 這場馬跑得不錯 好像說得好運 那些馬又說 怎樣接近今天 連影都沒有 還有 薄殺這個大原本也是沒有影 我看見在鑽養和遠灣之前 好像得了整隻馬抽抽 是否有甚麼意外 是… 少許而已 就不是很重要的 就… 沿途都有相當多的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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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榮的 其實斯里森在最後三百米的時候 跌了馬邊 那都是見到 李森找手打一隻馬 繼續打馬回來的 就譚文咒的特好運 全程來閃在大石鼓頂的時候 就緊迫在他內蕩的得曬 就在這裡 得曬整隻抽一抽 一路逼到他轉這個樣子 和遠灣為止 都沒有罰人 都是一點意外 好 繼續去第六場賽事 好像不夠十元 是啊 一路都是九個嶺 結果黃牌起飛 黃牌起飛造成同德 能夠有五點二 結果都是五點二 黃牌是三倍 電子世界九點二卓越六倍 因為為甚麼呢 它有一段中間的時間是十二倍來的 忽然間跌跌到六倍 都扔了舊下去了 麥林沙王兩隻十倍是很合理的 今天呢 黃牌擺明是有機會 不過呢 青馬呢 只是跑年輕的跑死了 同德你只是差一樣東西估不到 長途性能已經給你看過 質素肯定高過你黃牌 也都知道可以肯定 是唯一應為一隻馬呢 跑這個沙底是否適合的意思 即是它剛跑沙底 你就不能跑輸 是啊 是啊 好了 我們看看它怎麼跑 準備出閘 現在出閘 哇 同德相當快 一聲拉都拉不住 狂放出來 接著是電子世界卓越 然後黃牌呢 現在出閘本來不慢 現在落到最後了 然後呢 麥林沙王這樣 現在呢 帶了出來的馬 同德 帶來大概是兩個身位 第一次轉這個樣子 和軟滑 接著一對馬在後面 內蕩就是卓越外蕩電子世界 後面呢 我們見到麥林在內蘭 和外蕩的沙王 在最尾那隻呢 就是黃牌來的 在前面帶方的馬 同德 哇 狂放這些馬 在前面 自然應該這樣讓它走 讓它走得自然更好 不用人馬鬥力 這裡它按住 輕輕放的 但是後面的馬跟得相當辛苦 卓越和電子世界 一直都要抓著電子世界 但是後面呢 我們見到就是沙王 麥林 然後才到黃牌 黃牌呢 因為在前速呢 不是很快的 這裡不敢怎麼抓 一直都在尾 這裡開始了 一路推 一路推一路開邊的 已經 在前面帶方的馬 仍然是同德 接著第二的就是卓越 電子世界在第三 好像一般的 進展 再跟著呢 就是沙王 沙王之後 黃牌進漸上來 尾而麥林 進到最尾了 現在 前面呢 又好像距離縮近了一點 放來一個半馬位 但是這裡再推一推 同德再放來兩個馬位 這裡辛苦了 不其流流的電子世界 這裡拍兩邊 偷兩步 看看吹不吹到 進漸上來第二 唱月舞了 散了這裡 咳咳聲後退 後面上來的嘛 我們見到黃牌 趕快直追 跟著後面就是沙王 轉這個樣子 和遠灣同德 始終以兩個多三個馬位帶來的 後面呢 追得很厲害的嘛 就是黃牌第三 電子世界第四呢 是沙王 轉正入四六 同德仍然有 在前面 但是黃牌追到接近了 這裡 一度相當接近的了 但是呢 同德這裡再恐兩步 還有 這個時候呢 再看看黃牌 但一換到左腳這裡 恐來沒有了 同德越斜越遠 贏緊場賽事 已經以四馬位拋離了 贏緊場賽事 黃牌第二 後面上來很遠很遠的 十幾馬位之後 才看到電子世界 麥林的馬上來 麥林厲害 噢 只想這樣衝出來 跑回到第四 不過已經是最長途了 這個 跑二八零零 我想他都追到吧 你跑... 你跑八零零零 他也是這麼多的 都是有的 第四 再推下去 你的馬腳發很漂亮 很穩 黃牌沒有了 沒辦法 你的腳都曲了 黃牌看到嗎 人家的步法還抱得很順 今天騎得很聰明 這馬騎得 騎得好 這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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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世界十五個馬位之後 第一名四號 和德道贏快將 十四個七位置 八個九 第二名一號的黃牌位置 九個二 第三名是二號的電子世界 第四名是五個物 臨年人位四大一 四十四個三 現在是兩分十二秒七 這場馬 除了馬質是高過人家 能夠贏這場馬 這馬又適應跑沙地 可以這麼說之外 一個人居公都相當大的 就是安上人的洪偉平 今天那隻馬來到的時候 是有點火氣 如果他想說留著和人跑的話 今天他是失散 因為後勁馬太多 如果大家一起上去 未必是人那一批 但是今天 他因為不肯和人馬鬥力 這馬要走 就讓他走兩步 然後趕著慢慢鬥 到將近在中段 上山的時候 你見到那隻馬 將近距離拉短的時候 他再推兩步 又放來兩個馬位 那時候 這兩個馬位是拿他們的命 你追到剛剛到時 又不見了馬位 那時候氣絕了 那時候見到北騎、朴士忍 那些拼命推騎 就是捉到這樣 但是他又休息一陣 他入二百公尺的時候 再走兩步 就贏了 所以今天漏方很合道 洪偉平這場馬 今天騎得很出色 認真出色 賽後報告沒有 卓瑜的走勢 今天認真 麥林我看今季都不知道 要不再看他 這場馬都變成了 現在用一跌倒兩班 我看他都幾難贏 暫時來說 不過今天有漏洪 他出閘不是說很脫腳 幾隻馬又怎脫 還要脫去哪 還要 只有幾隻馬 電子世界都好像跑得多一點 跑來都不見馬 有什麼不騎都騎得很盡 這場馬都沒有辦法 好 三場賽事講完了 暫時休息 打開 自我剛才 都沒有 過分 每個時間 都沒了 不敵